老铁们咱就是说见过女人 要钱要房要彩礼三斤的 像大妈这种上杆子要养活老头子的 老弟还真是活久见啊 不仅给大爷吃喝拉撒全抱怨 而且还准备等百年以后 房子也过户给老头子 整的老弟都不知道这是嫁汉的 还是娶上门女去啦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好大啊 余淑强八十一岁造 退休金两个千 长春市有套四十平住房 他在节目中看到一个男嘉宾 对人家一见倾心 就赶忙给红娘打电话要和她见面 哇 非常急切地说想要见谁呀 相中谁呀 张琳吧 张琳吗 张琳 对啊 哀妈真是留老了进大观园 属实大开眼界了 男追女的不少女追男又这么迫切了 真是不常见呀 于大妈口中大爷之前上过一次节目 她不仅身体健康勤劳能干 对去世的老伴更是体贴入围 这也是大妈发现的闪光点 就仅仅看了大爷十几分钟的节目 从那天起就对她恋恋不忘了 七十四岁那个去年员的时候 我看她在环伟工作 我看身体那么健壮 她有病她自己学会打针 所以她也挺触动的 我为啥我老爸那这儿有病 我雇个护工跟她特别像 也是农民出身 很朴实 挺善解淫义的 她俩特别相像 我就受感动 我说如果这样的人 要是一辈子找个依托 我保证错不了 看见美智就是真爱帖子 整得七七都感动得一笔 与大妈就是相中张大爷了 哪怕她是个农民没有退休金 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高学问也罢 这些大妈统统都不在乎 看的只是这个人的品质 甚至还表示自己可以跟她去农村生物 想好了大姐 她和跟你之前的那个两人老伴都不一样 你看你之前两人老伴都是知识分子 张林大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老伴不见得说她挣钱多 有地位 现在退休以后 只要俩人合得来 能相亲相爱的生活晚年 这就是最幸福的 我还有工知 如果就是她不工作了 她能对我好 我可以养了她 爱过田园生活 我可以上门 大妈也是丝毫不在乎 俩人之间七岁的年龄差 对于这点她还是比较自信的 这次勇敢追爱于 大妈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面对外界的同龄人的看法 她也毫不在乎 说她是老牛吃嫩草也好 老母牛穿凶兆也罢她都不在乎 她只关心自己的晚年能否幸福 我不怕 这是正大光明 寻找幸福 怕什么 哎呀 人家就想不通 有的就是我一看这么大岁数 还想找老伴 我不怕 我不怕 所以你就勇敢点赞 对于再婚找老伴 于大妈是吃了秤坨铁了心 只想寻找自己的一中人 即使已经是土埋伯梗子的人了 但仍然不退缩 勇敢的去追寻 冲着一点七七给你点赞 咱红娘也是深受感动 于是就带着大妈的期盼找来了 她欣欣念你的张大呀 哎妈这大爷嘴皮子挺溜呀 老弟看着门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保险的狠啊 张大爷丧我后始终没找到合适了 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找个 她是本分过日子的女人 俗话说的好难追女阁坐山 女追男阁曾杀 这俩人到底能不成 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坐 坐吧 坐 坐 坐 跪庚几了 跪庚几多大岁数了 八十岁 八十岁 八十岁啊 嗯 八十岁不行啊 岁数太高了 怎么个意思啊大爷 咱就是说至于这么直接吗 咋的是红娘况大爷来的吗 来之前这几本的年龄都没给说清楚 大爷也是个钢铁老直男 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女方留 但没想到大爷这不礼貌的问题 整的大妈不紧不生气反而 还夸赞对方性格直爽不装逼 我说他那一句话就想我年龄大 很直爽 看上张大爷来 俗话说的好爱情全靠争取 缘分不分 早晚相亲 只为等你而来 下面就开启字画模式推荐起自己 看看能否力挽狂澜挽回张大爷的心了 我一辈子没有打过针 也没有看过病 我就是爱劳动 天天锻炼 爱劳动好 这个生命在于运动 对对 因为你这个爱劳动 爱锻炼 所以你身体好 人家里边都高瘦 就是他父母都活到了97、8岁 祖传胭子有关 他就说他家这个主份就埋到长寿学 好着这老太太身体属实不算 再加上红娘不断的获悉尼劝说 俩人七岁年龄差的问题 在大爷这终于得到缓解 紧接着于大妈乘胜追击 诉说起对已故老伴无微不至的照顾 也让张大爷对他的印象有了改观 病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查 说这人多活20年 大爷给照顾的好 他一看着片子 主人说这人奇迹 看着片子像烂过过脑袋 萎缩的 他还活着 真是司马一服诸葛亮 属实赶拜下风啊 听到女方对已故老伴的照顾 张大爷很是感动 对其人品也非常认可 那咱就是说别的老娘们取尽家们 都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来享福 咱与大妈嫁进别人家里是 又当媳妇暖辈又当保姆 伺候吃喝 还当水电工出苦力 眼看老张头有些心动了 紧接着于大妈又主动出击 表现出自己和别的老太太的 俗话说的好取妻当取贤 这样的大妈既能干还不要钱 还一心一意对老头死心塌地 真是比大熊猫还稀有啊 大爷你还想啥 咱活的是当下 至于未来能幸福一天是一天呀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是现在 老这么长时间知道的都差不多了 看到女方对自己这么乡中人品也蛮好的 于是张大爷一改偏见 终于认可大骂了 听到女方要给她养老 你瞅大爷的头点的像招财猫的爪子似的 满心还心也属实是没想到 一个女人对男人能说出来这种话 因为不管是在中老年相亲里 还是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相亲 都是男方摆出来娶女方的条件 本身自己条件都不太好 捧款大部分都给已故妻子治病了 现在对于大妈更多的是感动 相亲进行到这大妈眼看时机成熟了 于是就主动留大爷在这吃饭 拿出他提前准备包好的饺子 我早了五点钟就起来了 我准备饺子馅儿面都混了 我做了几个菜都准备好的 我说不管咋的老逼来了 咱们就是缘分见面 五年当中我家第一次招待客人 尤其老弟是远方的客人 用毕生的几句又在长春市 给老头买了套大房子 俩人的小日子别提多幸福了 买个房子我俩住宽着一点 留钱就没用 这房子是多大品质 当时花多少钱了 70.16 花了它是54万5 再给住戒1万 55万 50多万买个房子 为我叔买的房子 一生的积息我都拿出了 这好大妈谁见了不迷屋啊 55万全款房子说买就买 她老弟这300块的加油钱都得用花呗 要不说最美的爱情总是出现在退休后 既有钱还有时间还没有负担 这于大妈对张大爷的好是真好 比小年轻的原配夫妻都抢得多 看得咱红娘老妹都羡慕坏的 我没用她洗衣服也都我给她洗 我拿着她吃东西啥我都紧她 吃鸡蛋我都给她扒了 你双方都特别理解特别吃吃 就是吃苦香乐 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我们得扶持她 相伴到老 该说不说这牵手的一年 张大爷不管从气质打扮 和说话的语气修养上都有很大进步 这都离不开于大妈的引导和关爱 这样的神仙伴侣给我幸福就完了 祝福大爷大妈白头鞋老幸福999 快两年了这是琪琪遇到的 第二对如此圆满幸福 有后续的大爷大妈 属实不容易啊 看得老弟也是满心欢喜 最后希望我的粉丝老铁们 都能和你的那一半幸福到白头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琪琪的支持与好爱 你们的关注和点赞是老弟的荣幸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咯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